加州圣地亚哥动物园 2月4日举行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新任总领事郭绍春 和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潘里邦 共同主持了当天庆祝活动的启动仪式 总领事夫人王威及总领馆工作人员陪同参加 向各地游客分享中国传统佳节的欢乐祥和 郭绍春总领事首先在致辞中对农历春节除夕 蒙特利公园市华人社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表示震惊和痛惜 向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遇难者及其家属 致以深切哀悼和惩治慰问 郭总领事并提议为遇难者默哀 郭绍春表示 很荣幸在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启外交生涯新旅程 深感 责任重大 实名光荣 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隆重的节日 以其丰富多彩的庆祝形式和文化意涵 受到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国家民众的喜爱 圣地亚哥动物园举办中国农历春节庆祝活动 成为双方加深了解拓展合作的又已成功事件 他指出 南加州地区同中国关系密切 双方交流合作潜力巨大 前景可期 双方要坚定中美友好的信念 继续致力于加强务实交流合作 巩固和扩大合作成果 期待同领区各界朋友共同努力 做好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贡献力量 潘里邦总裁表示 圣地亚哥动物园同中国开展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已逾30年 双方合作植根于伙伴关系与友好情谊 举办农历新年活动旨在展现双方致力于交流合作 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动物园期待继续同中国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 促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 随后郭少春和潘里邦各自在红色许愿丝带上写下祝福语 将其挂在硕果累累的许愿树上 表达对中美关系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 两人还向园内游客派发春节红包 赠送兔年玩偶送上元宵节祝福 活动现场充满中国文化元素 当地民众踊跃参加 气氛友好热烈 那么今天来这里除了参加中国的 除了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以外 圣地亚哥动物园还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因为中美在这里开展了非常好的大熊猫的合作 所以我想说在中美之间 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 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友好交流合作 那么对我和总领馆来说 促进中美地方的交流和合作 是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当然我知道在洛杉矶居住的大量的中国公民 那么继续为在洛杉矶的中国公民提供好领事服务 提供好领事协助 也是我个人和我同事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下一步我一定会和在洛杉矶的侨胞多联系 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共同推动总领馆的工作 这个越做越好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请粉丝 请 offer 订阅úr 刘克力 寻优 请 请